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次法律谷四班千二的赛事 我就精算了这只晋神给大家做 看回上次在法律谷的表现 看见那只晋神就是5号的晋神 现在大约在第七位 大家可以留意它的走势 其实晋神这只马 就觉得他在法律谷千二今季的演出 都真的非常之好 从来都没试过落底 一二三名都有 见到现在粉红色格仔衣服 就是晋神 红色头罩那只 一直都是很不方不望的 都是拿着内蓝 一直都是可以跟到前面的前领马匹 晋神其实他在这个路程里面 都不用说了 都是可以说是 都在四班来说 完全都是 无论他跑任何档 都要拖起来 因为真的很准备他 这么贵的演出 好了 差不多 见到 开始进到直路的时候 他仍然在大约第六 第七位 都是等内蓝 但是 怎料 给他也是等到 在马裙之中 开一点点 在中间 找到一条路 已经在斯加路 一路冲上来 其实 细细都非常之好 最后这几步 打上来 都真的全力冲刺 但是没办法 始终 前面那只 行运旅程 就先走 跑第一 接着 巴道尔晋神 就追回第二 纳德嬌第三 所以其实 见到晋神 就在这个路程上 他就算是对着强手 都可以有能力去威胁 今次 怎样都要找他做打 好 七场四班千二 这次赛事 除了晋神之外 就从来几只马 推介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 勇敢巨星 上次就都已经 有个位置 今次就 是个十档差点 如果不是十档的话 我就会找他做打 不过 他超小费129磅 绝对有能力威胁 这个晋神 另外 就 推介给大家这一只 就是新威力 今次就 有个好档 都希望 可以帮到那只马 就搏一搏 上次 这个 输得不太远 这只马 我觉得这只马 伸直 应该会有不同的表现 最后一只 推介给大家 就是这只 电子彩虹 今次有个三档 上次 希威心 骑 都是输一个马位 左右 对着这些对手 我觉得 电子彩虹 都有机会 所以这场 就用晋神做胆拖 用感巨星 新威力 和电子彩虹